天天 大家好 我是舞 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知道 大家最近廉价过得蛮爽的 但是太开心了结果啊 就是要面對非常巨大的肚子 還有水腫的身體 不要覺得健身網紅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我也是人啊 何況我是個超級吃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首先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就是你所面對的水腫 其實不是真的胖 而是你因為可能連續幾天啊 吃了一些垃圾食物 導致有些水分滯留在體內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 我就要來無私公開一些 真的還蠻實用的tips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跟著我看下去吧 Go 那很多人以為水腫是因為喝水過多而導致 其實像是外食啊 常常攝取一些比較高鈉 然後重口味的食物 就會導致我們每日攝取的鹽分 高於我們正常所需要的量 所以這些鹽分滯留在體內 然後其實是需要水分才有利於它代謝 那這個水腫的狀況就是這樣慢慢的形成 那這個水量要怎麼轉呢 我通常就是會建議自己體重乘以30 所以如果我是50公斤的話 乘以30就是1500CC 那我自己覺得就是這個量 如果對於你想要快速排水分的話可能不夠 所以我會喝3000到5000CC 就是早上一杯啊 然後白天想到的時候就要喝 反正就是一直喝 然後第一天你可能會覺得沒有很明顯 但是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你就會覺得哇真的改善很多 那在飲食上呢我會建議你採取低碳高蛋白質的飲食 那什麼叫做低碳呢 其實就是在每日飲食中去減少碳水化合物的攝取量 並提高蛋白質脂肪還有纖維的一個比例 那這個碳水化合物包含什麼呢 就是麵飯啊然後比較根莖類的蔬菜跟水果 其實都也是碳水化合物 所以這幾天就會盡量少吃一點點 那為什麼要吃低碳水化合物呢 因為我們只要一克的碳水進入到我們的細胞 會夾帶著三到四克的水分 進入到你的體內呢就是會慢慢的累積 然後造成比較膚重的狀況 所以我這幾天的飲食呢其實就是有 我覺得有一點點小極端 可能有點像生酮 就是只吃肉和菜 然後如果我真的很想要吃飯的話 我就是可能會炒一個花椰米 它其實就是白花椰切碎 或者你可以買冷凍的 然後跟蛋炒在一起就會很像炒飯 然後來滿足吃飯的那種心情 那熱量上面呢我會建議如果你想要比較快速的話 你就直接抓TDEE的一半 例如說我的TDEE兩千那我就直接砍半 就是一千大卡 我第一天第二天就是都是只有吃一千大卡 然後配上大量的喝水 然後可能開始從第三天第四天 你就可以慢慢的恢復這個熱量 那你可能真的會餓 就是對你可能真的會餓 那你想要緩和一點的話也沒關係 那你想要緩和一點的話也沒關係 就是可能TDEE剪掉兩百到三百大卡 就是比較漸進式的去做也可以 如果你真的餓的話 你就趕緊去刷牙去睡覺好嗎 剛剛其實說呢要避免碳水 所以前面這三天呢盡量少吃就少吃 再加上喝大量的水 我相信你呢 你大概就是真的過了幾天 就會還滿明顯的 身體已經開始消腫了 但是呢度過這幾天 你就會發現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大腦極度的渴求 那些很好吃的碳水化合物 那明明很普通的面貌 看起來也會很像 該怎麼辦呢 你可以繼續忍著 但是以一般人而言 可能會忍無可忍 這時候呢 我會建議你就是 適度的屈服於你的誘惑 因為如果你可能壓力太久 你反而之後會更可怕的一個暴食 前提是要搭配訓練 因為以科學的角度而言 訓練前後吃碳水 是最不會發盤的時機 因為這時候你吃進去的食物 會被你的身體儲存為乾糖 然後它會馬上被肌肉拿去利用 所以如果你已經很渴求麵包 或者是你想要吃的碳水化合物很久了 你就是在訓練前後吃 尤其是練腿後 我就會很喜歡 犒賞自己一塊很好吃的夯飯薯 那碳水其實也有分好的碳水跟不好的碳水 不好的碳水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一些看起來極度罪惡啊 尤其是精緻甜點類的 那些就是要少吃 然後比較好的碳水就是比較天然型啊 沒有加工的 像是水果啊 或者是跟精類的蔬菜 你就是可以偶爾搭配一些蛋白質 或者是脂肪一起吃 然後細腳滿眼的吃 就可以延緩你的血糖上升喔 間歇性斷食現在真的超夯的 我自己主要嘗試的是16、8斷食 也就是集中8個小時內進食 然後其他16個小時就是只能喝水啊 喝咖啡或者是無熱量的茶 那一般的做法就是不吃早餐 然後中午過後再進食 先薪斷食主要是透過控制進食的時間 來減低一整天的熱量攝取 然後藉此來提高像胰島素敏感啊 或者是提高身體的一些代謝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現在我覺得很多人會把斷食直接 跟減脂畫上等號 但其實我非常不喜歡這樣的一個連結 我覺得而且也並不是每個人都很適合斷食 像是我覺得如果你本身就已經 荷爾蒙有失調的女生 月經都已經不來了 你可能就沒有很適合斷食 要減重其實最重要的還是要回歸到 就是要減少食量熱量攝取 就可以達到減重的效果 如果你實行intermedi fasting 然後你這八個小時還是亂吃 就是大吃啊亂吃一同 你可能還是不會有你想要的結果啊 我自己偶爾還是會斷 但主要是作為一個提高自己紀律 跟感覺獲得食物的掌控力的一個方式 讓我自己認知到 我並不是隨時隨刻都要進食啊 那大部分的時候 我還是一個喜歡吃早餐的人 但是自從我開始斷食之後 就是我從那種大份量的早餐 變成很精簡的高蛋白質的早餐 可能只有200大卡甚至更低 就足以讓我訓練的時候保持一點能量 然後又可以幫助我控制一日的社區 如果早餐吃的太多的話 反而會讓我昏昏欲睡 所以早餐就真的是吃蠻少 不然就是不吃 這是我的做法 訓練方面呢 訓練方面呢 我會建議呢 做全身性的複合式的運動 複合式的運動呢 就是使用到你的肌群很多的一些運動 比如說深蹲硬舉啊 引體向上 那這時候你可能會遇到一些女生說 舉重不會變得很粗重嗎 都什麼年代了 並不會 因為舉重呢 反而會讓你身體燃燒更多的熱量 去提高你的心肺啊 然後去動用到更多的肌群 所以你燃燒的卡路里自然就更多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舉重啦 就是你也可以使用自體的重量 然後去提高強度去減少 主間的休息時間 其實也是一個還蠻不錯的方式 那我自己的話 就是會在重訓你的時候 使用比較多的超級組 超級組就是 主間不休息不間斷的一些動作組合 我就會更累 然後心肺會更高 然後或是 或是呢我會在訓練後 再加上可能10到15分鐘的 有氧啊 高強度間歇 就像我在平常就是在 YouTube上分享的那些運動 那最後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決心呢 就是要在比較短時間內 快速去水腫 回復水腫 你就真的要下定決心 就是你不可能還是繼續當一頭爛珠 然後神奇的事情就會降臨在你的身上 那所以呢這些原則呢 就是我提供給你的 可是前面幾天 有人會覺得有點極端 那我覺得 我就是分享我自己的做法 所以 因為每個人的狀況不同 所以還是要依照 你自己的體質去調整 那祝福大家就是 也是可以就是 在廉價之後呢 就慢慢的恢復到自己的曲線 那如果你覺得 你已經達到 你喜歡的一個樣子 那你就也可以稍微放鬆啊 吃自己喜歡的食物 畢竟訓練還是要維持長久的 OK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